妃子超过50岁就不能侍寝 不是因为人老朱皇 而是有生命危险 封建王朝时期 皇帝除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外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便是他的后宫家历 每隔一段时间 皇帝都会从民间选秀女 以充实自己的后宫 可以说皇帝的后宫就是争奇斗艳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如此情况下 不少男子对皇帝的身边的女人 都是垂涎三尺 不过在后宫中却有一个现象 先来者不如后来者受宠 50岁以上的妃子更是不受宠 甚至不能侍寝 这是为何呢 或许很多人会说年老色衰 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 背后的三点因素才是重点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看官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两秒钟 强烈推荐并关注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妃子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不让再让事情了 翻阅历史发现 这并不是某一个朝代的规定 而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那么为什么大龄的妃子 就不让是寝了呢 第一 妃子年老色衰 在古代社会下 人们的平均寿命并不高 仔细算算 女子的美好风华 也就那么数十年 所以帝王们在选秀的时候 选择的基本都是 十六七岁的少女 选秀每年都会举行 这也就意味着 每年都会有年轻漂亮的女子 被选入宫中 既然有可选择性 哪位皇帝又想着 每日面对人老珠黄的妃子 第二 利于朝堂统治 在后宫之中侍奉多年 比刚刚入宫的新人要懂得多 其中有些潜规则也更加了解 他们背后也有家族 有一定话语权 实力盘根错节 若是妃嫔的势力跟身地固 在皇宫中影响力大 对新人不是好事 皇帝最忌讳独宠一人 还是以杨玉环为例 他将整个杨家都推上巅峰 后来的皇帝一般都是羽鹿军战 否则凭借多年经营 以及自己的宠爱 五十岁以上的妃嫔 难免以老卖老 如果凭借自身势力 搅乱朝堂国家威仪 为平衡朝堂统治 也不允许一家独大 及时更换新鲜血液 才是皇帝的想法 第三 传宗接代最关键 众所周知 妃子就是皇家的一栋子宫 他们入宫的唯一价值 就是为了皇家生下孩子 绵延子嗣 所以没有生育价值的女人 在古代是没人要的 而上了年龄 女人能够生育的可能性 就会远远低于那些年轻的妃子 她们不再有身体上的优势 当然 在古代 也有大龄生孩子的例子 比如武则天的母亲 就是在四十几岁的时候生下的她 只是这样的成功的例子太少了 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知识 在古代 连健康的孕妇生孩子 都不亚于走一趟鬼门关 更别说高龄产妇了 而且高龄产妇生下的孩子 不健康的概率 远比年龄小的健康孕妇要大得多 皇家若是生出畸形的孩子 是奇耻大乳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出现 所以直接决了高龄妃子 世禽的机会 虽然说绝大多数的皇帝 都是喜欢年轻貌美的 世禽的时候 都会挑选年轻漂亮的妃子 但是凡事也有例外 相比年龄比较小的妃子 也有皇帝比较喜欢成熟性感的 甚至有的皇帝比较奇葩 就喜欢年龄比自己大的 让他们有安全感 比如说明朝的明宪宗 就是一个很奇葩的皇帝 后宫里的各色美女 应有尽有 但是她却只喜欢万贵妃 要知道万贵妃 可比她大了17岁 当她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 万贵妃都已经是半老徐娘了 但是却依然受她毒宠 当然结果也很不好 因为万贵妃年龄很大 所以一直没能生下孩子 要不是一个宫女 意外给皇帝生下了儿子 明宪宗也就真的绝四了 能过了50岁 还能让皇帝念念不忘的 一般都是原配皇后 还得是很懂事的那种 要么是陪皇帝一起打天下的 要么是从太子妃就开始的 虽然年老色衰难以避免 但多年来对皇帝的了解 是其他妃子所不能及的 至于那些后来进宫 跟皇帝交集不多 又上了年纪的妃子 就只能默默等候运气的到来 如果没有 蹉跎一生就成必然 世间之事大多如此 你得到一些 必然会失去一些 这些妃子们 得到了宫中优越的物质生活 雏形都有人伺候 但也失去了情感上的丰富和慰藉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